如果沒有做小兒包巾會變形呢? 一定會變形嗎? 還是不會呢? 你選哪一個? 那答案其實是不會變形的 為什麼呢? 其實說除非你的小兒包巾有合併感染的問題 才會造成包皮方面的沾黏 不然的話隨著時間的演變 它的龜頭是有機會慢慢從包皮裡面慢慢伸出頭來 到17歲左右真的到包巾的問題只剩下1%的履歷 那有一句話其實我覺得形容得非常貼切啦 包皮就好像衣服一樣 你不會因為穿的比較小件的衣服而因此而長不大 如果家中有小孩有小兒包巾的問題 或者是說在國小的時候做健康檢查 就是老師告訴你說有小兒包巾 這時候家長也不需要太過於緊張 只要觀察說他有沒有反覆性的 面料到感染 包皮有沒有發炎 如果沒有這些問題的話 基本上包皮是不會變形的 另外就是家長對於這一類的小孩子的狀況 可以多一點耐心 他隨著時間也演變 自己屬於生理性的現象 他自己的龜頭就會冒出來 這時候也不需要過於擔心 所以說呢 如果沒有做小兒包巾手術的話 會變形嗎 答案是不會的 我們以為是否能不斷,我們還會用大學的重量 我們有個小兒包巾,我們可以說